最近教练来关心民进党立委出选 外界最关注的是台北市第二选区 王世坚还有何志伟之间的大战 那么民调结果在今天出炉了 王世坚是以2%的差距胜出 未来要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邻大同区的立委 在助理陪同下何志伟低调进入委员会 签到完毕快闪走人 大家小心楼梯 不管怎么追问仅强调不受访 或许此刻何志伟已知道前一晚的电话民调不太妙 根据民进党中午公布的出选民调 议员王世坚险胜何志伟两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 下届立委选举不再由何志伟继续连任 而是将由王世坚代表民进党出征 谢谢感谢大家的关心 你们可以说几点吗 谢谢哦感谢哦 正式获值民调结果 何志伟人强打精神 另一头赢家王世坚一早没有公开活动 连议会都没进去 只是选前双方闹到对簿公堂 这结又该怎么结 今晚赢主席常会喊话初选一定要公开公正进行 避免争端但裂痕已出现 如何米平对王世坚来说是首要难题 TVB的新闻 李国建议宽柔台报道 而何志伟在初选败给王世坚之后 他也做出回听哽咽的落泪 一起来看 好马上带你来关注到监委大战的结果已经出炉了 在今天已经是确定由王世坚胜出了 那败胜的这个立委何志伟呢 他将无援在2024批上民进党的战袍 来出战士领大统区的立委 而在今天呢 何志伟是率领团队有一职工 那么深深的来向这个选民巨线 那么呢 也强调说这次的结果相当的可惜 不过大家也很关注的是 他接下来下一步会如何呢 一起来听 我们刚刚有看那个民调的数字 其实 里面还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电话通数 其实很满支持度很强 那 我要跟大家报告 只要是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 何志伟一定全力以赴 何志伟都会全力以赴的帮忙 所以不会有托党参选 我从 参选 当时候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从当时候补选由小英总统 小英主席征召 一路到现在 我都是按照的机制 跟党内的共识在走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好可以听到 何志伟是强调说呢 在这一次的选战 他恭喜王世坚 不过呢 当然这个差距呢 他认为并不大 所以呢 当然相当可惜 不过输了就是输了 那未来呢这个还是会全力的来团结一起 那尤其是在这个总统之战呢 要来全力支持赖清德 那另外呢 其实我们看到何志伟呢 今天也是红了眼眶 很明显呢 这个情绪呢 还是有比较激动了一些 那包含呢 这个在地的一些里长啊 支持者都来这边给他加油打击 而日记在明天呢 他也会来 谢票来 谢谢这些支持者 对他一路以来的相挺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而知名的主持人余美人 也打算要从政了 他今天宣布 要投入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的立委选举 但是没有加入民众党 与其说 是我选择了中正万华 不如说是中正万华 召唤了我过来 从演艺圈跳进政治圈 中正万华立委 余美人这下 确定要选 没有大家同行 脸书引用木兰词壮行 只是去年底 余美人曾对当时参选 台北市党的黄珊珊 全力相挺 也一度被认为 这回渴望披挂民众党籍 我是连五党籍这样的名字 都不愿意披挂在我的身上 不愿挂上党籍 宣布投入选举 偏偏挑在科主席的防美型 美人要以五党籍选中正万华立委 这部分你们有可能跟他合作吗 那这是干嘛 团结一切可团结之力量 重点是我们要团结在 什么样子的目标底下 如果是你心目中的那种 传统的那种联络 跟那种桥 我没有 跟党离得越远越好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 例如更新后的民众党官网 就多了一位党籍县市首长 事后才被证实 原来金门县长陈福海 早在选前 悄悄入党 要说秘密党 第一点他跟我相谈圣犯嘛 其实从2018到现在 我都跟他来往蛮多的 他很早以前就入党 不是现在才入党 为什么加入民众党吗 只是小党首长突然加一 本该是个好消息 怎知如此低调保密 事后本人又不回应 TV毕业宣陈平好 华嫂平之动 请立平 叶峰尉台北报道 而民党立委出选 外界最关注的监委大战 由王世坚胜出之后 大家还关心的是 国民党这边第七选区 费鸿泰 还有徐晓星大战 什么时候会有结果呢 详情交给作恒 好 国民党的立委出选之争 最受瞩目的 当然就属 台北市的第七选区了 这个选区是松信区的立委 那么就是上演的是心肺大战 也就是台北市议员徐晓星 以及立委费鸿泰 那么在他们的比例来讲 会采七三 就是七成的民调 以及三成党员 民调的部分 在4月18号已经结束了 而三成党员的投票 是4月22号 大家很关注说 到底结果如何呢 市党部主委黄吕锦茹 则是说民调结果 为了不干扰到时候的 党员投票 所以是要保密的 而预计周六的时候 才会进行党员投票之后 来同步的公布 时间点会在晚上的六点之前 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而另一部分 在第二阶段的登记来讲 目前国民党 在第四选区的 是有议员李艳秀 另外游淑慧 两个人要来对战 还有在大安区的部分 则是前北市议员罗志强 国安会秘书长央用名 以及台北市议员中佩军 他们会采取说 看是要全民调 或者是三清制两种方式 在4月25号的时候 参选人就会先进行协调 协调不成 才会真的采用这个民调来比平 另外来看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 而被问到九二共事的时候 他说出来的形容词 让翻译很困扰 觉得很难翻 我是建议 中国也不要再坚持九二共事 因为你也没有很清楚地讲 你的道理内容是什么 其实九二共事在台湾 已经污名化了 要对岸直接放弃九二共事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用一个比喻 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 翻译实在不好意思 直接讲这英文版修士 反而被柯文哲吐槽 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生演讲 在场大陆学生 狂问两岸问题 大陆方面的定义是 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但是台湾方面的定义是 一中各表 没有人认为世界上有两个中国 说一个中国不是问题 你要说九二共事 就是一个中国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我也同意 做台湾人和做中国这两件事情 是矛盾的吗 全盘否认会造成双方 很大的冲击 但是你总要说出 something different 也有人关心 台湾邦交国越来越少 台湾多一个邦交国 少一个邦交国 你觉得对台湾现在有差吗 所以我忘记你了 刚才在讲说 你每天看到什么蔡英文的消息 你就不高兴 你不要看就好 康文哲的回应让现场笑声不断 只是原本应该来演讲 却因为行程紧凑 因为康文哲马上要去国会山庄 拜会共和党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 康文哲跟国会台湾连线主席会面一个小时 主要谈要帮台湾加入区域组织 另外还有要谢谢他们对台湾长期以来的支持 以上就是TVBS记者华少平 李平来自美国华府的采访报道 当然国际也是非常关注台海局势 像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他在演说中就表示 台海是美中关系当中最危险的冲突点 美国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 除了设时弹还演练 怎么处理大规模伤亡状况 地点就在距离台湾400公里的海军基地 基因尼传出由你撤侨计划 现在菲律宾国防部长也证实 如果共军武力犯台 可能把在台菲律宾人撤到指定战略据点 担心台海开战的还有新加坡 李显龙国会演说提台湾 认为美中关系短期很难回温 就怕误判台海擦枪走火 和平反战挂嘴边 前文化部长龙印台投书纽约时报 提到台海问题让朋友之间反目 台湾应该走出美中对立 用务实的态度和大陆和解 文章最后龙印台说明年国民党胜选 两岸关系可能缓解 至于民进党赢就很难说 显然对2024表态了 而亚洲以外国家同样关注台海 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态度强硬 接受卫报访问时说 他完全不同意台海是中国大陆内政问题 第一遍新闻众报道 美国众议院则是举行台海情势的兵棋推演 他们表示一旦开战 没有人会是赢家 甚至冲突不会只局限在台湾海峡 蔡总统过境美国后 解放军环台军演落幕 一个星期 美国众议院中国事务委员会 举行闭门的台海情势兵棋推演 时间设定在2027年 台湾领导人考虑宣布独立 而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因此决定要入侵台湾 以武力统一台湾 那美国要如何因应呢 在某种意义的意义 没有人赢了 当 deterrence breaks down 那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情况 甚至在这些情况下 你能够准备或拒绝备 或准备不断的 PLA 从建设到海岸的位置 或在海岸的位置 是非常败重的 美国会永远都会 在任何的争论 代表北京 委员会的两党议员 代表白宫国安会顾问 来决定对中国 采取什么样的军事 外交和经济行动 兵推不以深入研究战术为主 而是着重在战略性的决策议题 好帮助议员了解 未来需要考虑的议题 或者是听证会 除了了解 阿拉格尔认为 美国企业不够认真看待台海危机 加拉格尔表示 委员会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而美国国会也将 以跨党派的方式采取行动 阻止中共不断增加的挑衅行为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还要关心2024总统大选 民进党已经推出他们的参选人 但国民党这边整合好了吗 交给作恒 好我们知道打篮球 不能够单打独斗 要打团体战 那当然在选战看起来 也有一点像的状况 前台南市的议员谢龙介就说 因为现在其实在国民党的部分 除了新北市长侯宜呼声很高之外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已经表态了 那他就说 就算是单推要侯友宜也不太可能会就赢下大选 还是要整合一个可以让人幸福的团队 那么以郭台铭来说 他的国际人脉和商业手腕也是相当的重要 他就建议说可以让郭台铭来担任 只有2020他能够胜出就是大家对他其实还是抱有想象空间的 而他就分析说郭台铭在国际经济的合作空间呢 其实来说大家都会觉得说比较多的 但是侯友宜的部分呢 基层路线绵密对他来讲呢 就是比较台湾味的感觉展现 而侯友宜此刻正在新加坡出访 当地的华人报纸就形容他 是热门的总统候选人 宋口的确有拜访公部门 但见了谁才是重点 这一切我尊重新加坡的安排 不说就是不说 层级有多高不知道 侯友宜这次访新国也引发当地媒体关注 新加坡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联合早报报导 国民党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喊要让中华民国再次起飞 那这次来到底谈的啥 最重要的我相信 都是为我们两个国家 为我们的城市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彼此之间互相吸取新的经验 此趟被视为侯友宜展现外交功利的第一站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9号在国会上表示 中美最危险潜在冲突 爆发点是在台湾问题上 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是好朋友 和台湾也是老朋友 或许时间不足 或许没回答这国地题 而一早饭店门口出现插着五星旗的黑头车 按照新加坡车牌CD开头是外交官的专用车 是巧合还是有约 不知道只是疫情后首出访 就碰上自家新北市有大事 大家放心 我虽然人在新加坡 我还是心计的新北市 看来市长最熟悉的还是市政题 第二位是文李明慧中海域 新加坡藏宝道 关系是国民党到底要征召 侯友宜还是郭台铭来出战 2024 请教作恒 对民进党来讲 有没有谁比较好打的这种推测呢 好 现在国民党大家讨论度也很高了 就是在总统大选来说 到底是谁来代表国民党出征2024呢 那现在包含郭台铭以及侯友宜 谁可能会出现呢 这件事情包含民进党也非常的关注 未来可能的对手会是什么样的人 而在民进党中常会当中 秘书长许立民也有提到说 目前还没有办法预测到底谁出现 也没有办法评估谁比较好打 所以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混沌的状况之下 要更加的关注了 而赖清德则是提到说 民进党要集结力量来多做好事情 让政党这个形象会比较好 是团结温暖的 其实在民进党的部分 很多个县市党部主委 持续建立赖的群组 希望说和社会各界更多的沟通管道 也提供给党员一些讯息跟辟谣的空间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